情况吧 各位请看 男嘉宾小唐二十三岁 来自重庆私营业主 女嘉宾小刘二十三岁 来自山东播音老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其实看得挺糊涂的 什么个情况 他的父母就是不太同意我们 他觉得我们俩是异地 他是青岛的 我是重庆的 他觉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 那现在你在哪 我现在是在重庆 准备从重庆回青岛了 对 我是独生女 我应该之后在他们身边生活的 所以他们觉得 还是我应该回山东去发展 你做什么呢 兄弟 我做游戏工作室 去青岛呗 他父母还是不太同意吧 父母不同意 你们俩慢慢处 迟早有天会同意的 我可能不太相信他吧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说 是他现在说的话 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还是在重庆的 那他工作到青岛稳定 也是要有一段时间的 这一年之内不知道 会发生多少事情 最后的结果谁也说不准 我的天哪 不是还没发生吗 你们就想要发生事了 你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啊 他真的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再黏我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饭也好 我在外面工作也好 他就会不停地发短信给我 问我跟谁在一起啊 男生还是女生 喝酒都没有 那不是我关心你吗 我想要在意你呗 我才想要知道你在哪里 但是我也是需要私人空间的好吗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我们大二的时候 我在操场跑步 他当时看到我了 之后我们要去取快递的时候 他又看到我了 问我要微信 然后当时我就同意了 我们聊了差不多一个周左右就在一起了 一周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不是挺好吗 现在毕业了吗 现在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你不也选择留在了重庆了吗 对 过段时间要回山中了 对 怎么就牵扯 你们俩这么谈得好好 怎么又牵扯到你父母了呢 因为他是把我 就是介绍给他的父母 然后他的父母就是知道我 就是我是他女朋友 然后他其实也希望 我能够把他告诉我的父母 就过年回家的时候嘛 就和我的家里人说了他的存在 我爸妈说 他肯定不会跟你回到山东 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就是两方犹豫吧 就是像听父母的话 我有想跟他分手 不是 你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 你父母说了 你跟他分手吗 爸妈听到他是宠幸的 他就不会去同意 就是我跟一个异地的男生去谈恋爱 我就觉得那父母问题 只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就谈我们自己的是吧 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有 所以不要动不动谈恋爱 一碰到问题就 我爸妈不同意 我闺蜜说你不好 肯定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说吧 说实话吧 什么事 就他朋友帮助他找工作嘛 是吧 然后我说我要帮他 生活上一些帮助 他就不愿意 我特别细 他当时那个朋友 还是个男的 就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 就给他找工作 这是个什么朋友 这么好的 没有 他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专业 平时我们就一起上课 一起下课 然后平时 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 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他会想得这么多 而且我跟他解释过 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 但是你们后来还准备合作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我是你男朋友啊 当时我那段时间 我的那个房子也快到期了嘛 然后他介绍了我一个 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机会很好啊 那我就想那我再重新租一个嘛 就和就是朋友一起 两个人的话 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但是这个人恰恰是你男朋友 最介意的那个男同学 对吧 对 但是最后我也没有和他一起合作啊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小心眼儿你看看 那时候他们就玩得特别好嘛 经常出去玩 都快毕业了 他还从 专着从青岛飞到重庆来 还跟他一起找工作 这不是你应该自己反省了吗 为什么女朋友不愿意跟你玩 愿意跟同学玩啊 可能因为我工作室可能有时候比较忙嘛 就很多时间没有帮到他 行 听明白啊 反正已经听得出点端倪了 哎 这小伙子怎么样 人怎么样 你给我描述一下 很幼稚 他幼稚啊 他怎么幼稚呢 就是一到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各种朋友圈 就说自己的心情就和今天重庆的下雨天气一样 这怎么了呢 我真的就无法理解他这种行为 那我不是想让你关心关心我嘛 那你平时也不给我发个信息 发个短信啥的 那我就从其他方面想让你关注你 因为你经常刷朋友圈 那你在乎我就是平时看我的手机是吗 偶尔看一下 他平时就会翻看我的手机嘛 然后他知道我的前任是谁 然后他还经常就是旁桥侧厅的去问我 你的前任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照片 什么时候分手 为什么分手 然后我觉得他这不是没事找虐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生气 然后不跟他说吧 他觉得我又隐藏他一些什么东西 你老问这个呀 他说女朋友 我就想知道他的过去呀 你吹啊 不是 说你前女友 我 怎么分手的 长得怎么样啊 喜欢吃些什么呀 你们就让他在哪儿逛啊 说 他也没问我呀 问 这找事吗 所以你说你小孩 你看 用朋友圈来表达他不开心的心情 问我前男友的情况 还有什么体现出他的幼稚呢 姑娘 我觉得他特别黏我 黏的概念是 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告诉他我在干什么 跟谁在一起 男生还是女生 我自己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你这么喜欢他你没跟他回山东去看看他父母啊 他爸妈一直态度比较坚决吧 你咋知道他爸妈态度坚决呢 上一次那不就他们俩就吵崩了呗 谁跟谁吵崩了 他跟他爸 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嘛 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因为我爸当时是不同意的 我爸看到然后就很生气 就是你不是说回到重建之后你要好好工作 就不谈感情嘛 所以说你春节回家的时候已经答应你父母跟他分手了 是这意思吗 表面上跟父母说我会 但是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 让父母就觉得他是我可以一个值得依靠可以走到最后的 那你到底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让你父母对这个男生这么反感呢 我没有跟父母说一些什么他的一些不好 我父母可能就比较反感就是这种异地吧 有没有打算真的跟人回山东 我真的打算跟他回山东 都做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和工作 我都已经把那个工作室都已经卖了 电脑的都全部已经打包给人家了 你说他他在重庆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就我怎么把他介绍给我父母 我父母都不会放心 就把我交给他 我觉得只要我有能力是吧 那到哪里都能发展是吧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认错 认错认什么错呀 你错在哪了 我们都看出来了 他就是遇到事情就会退缩 就会很怂你知道吗 姑娘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他就是欺负我 我喜欢他呗 你知道啊 我知道啊 喜欢你吗 喜欢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可能就一点点 之后他为我做很多事情 我也很感动 就可能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吧 是喜欢还是习惯啊 喜欢 人家要跟你去山东带人家去吗 想带啊 那你怎么面对你父母呢 所以我就是想让他就是 有什么压在心里的话你说出来吗 我想让他有足够的实力 站在我父母面前 这实力是指什么呀 就是各方面让我爸妈都放心 比如说在新岛有稳定的工作 一心一意的对我好 他现在对你三心二意吗 没有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性格不一样吧 所以其实听了一圈 你有句话说得特对 就是他就仗着我喜欢他 他欺负我呗 对 你们听听老师们帮你们做做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现在 在用现在的这些的快乐和相处的时光 去透支未来的痛苦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件事滑不滑得来 因为现在对很多的年轻的情侣来说 他们都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会考虑未来很远的问题 未来我们分手要怎么办呢 万一你爸妈不同意我爸妈不同意 该怎么办呢 每天两个人就因为这些未来还没有发生 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问题 引发到现在的争吵 消耗了现在本应该快乐的在一起的时光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分手了 在你们的回忆当中只剩什么呢 只剩当时我们争吵的是 未来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我一直提倡谈恋爱 我们就活在当下 你之所以那么没有自信 无非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多一些 他喜欢你少一些 他经常仗着你喜欢他这件事 而肆无忌惮 感情不是说一定是平衡的 但如果你认了 我认了我就是喜欢你多 我就这样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那就可以 但如果你不认你心里是不平衡的 这段感情是一定走不下去的 同样想对女生说的就是 为什么你需要空间 两点嘛 一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确实没这么喜欢他 他天天黏着我就是烦 也没关系告诉他 但不能藏着掖着 然后自己心里在做盘算 而不让对方知晓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只是你的幌子和借口而已 所以现在何去何从 我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在一起的一天 就开心一天 之后未来的事情 至于各自的路怎么发展 那交给未来吧 好不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莎大老师 来 曲总 与其说 他现在不具备站在 你父母面前的实力 不如说 你没有在父母面前去坚定地说 我要和他在一起 你所有在父母面前 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坚定 都加深了父母说 不要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看到了你们之间的问题 每一个父母 都是为自己孩子着想 很自私地为你好 他们是捕捉到你 内心的犹豫和不坚定 你不够 那么喜欢的 更谈不上什么爱 一天不见面 打一个电话都觉得烦 在自己有心事的时候 居然第一个想清楚对象 不是他 你要让我静一静 显然 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非常的低 甚至于在某些层面 不如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能在工作方面帮到你 能一心让你看到 未来可能依靠的那对象的影子 不一定是他 但那个形象应该是 所以说他肯定不是 最理想的那个男朋友 所以说既然没有想好 那果断 给对方一个清楚的了结 暂时的了结 就说我们可以分开 你愿意在哪发展 就在哪发展 那是你的事情 男生 如果你愿意追他而去 但并不定一样 强求这段关系的继续 既然你为爱做出了 说我现在把现有的工作室 都转了 我要去青岛发展 他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他怕辜负你 索性 这边工作室已经转出去 对不对 你就去青岛去发展 做出一番样子 让他看看 但并不一定说 我是为了你而去青岛的 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给他看 给自己看 你即使付出了一百分 有可能没有回报 那没关系 你做到自己成熟 你可以去青岛 但是千万不要给这个 去青岛加一个定义 说我是为了你 你可以不把他带到 自己的父母面前 你可以在青岛 又多了一个朋友 那就是他 需要时间让你考虑清楚 不要着急 好不好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决定 都由自己内心出发 不要做勉强 也不要打任何人的幌子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子 我真的挺喜欢 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的 那女生呢 就是从感性上来讲 觉得这个男孩 对我特别好 是有一点喜欢他 那男生呢 是炙热的 是真诚的 我挺喜欢你们俩 但是有时候 我们人生 面对情感 面对生活的时候 就是感性和理性 这个天平上 在寻找平衡 女生 你这个时候 你的理性站出来 告诉自己 我所眷恋的 这份小温暖的感情 不足以去承载 我对生活的需求 所以你会处处觉得 它不对 这是你的理智 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不接受 这样一个状态的男朋友 但我想提醒你的 是姑娘 一个二十出头 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 有多成熟啊 真正在这个年龄 就很成熟的男孩子 他又有多深的诚服 适合你吗 所以你自己要去拳头 但有一点 我想给你的建议是 当你判断了感情 你不想继续的时候 你反复地拖延 甚至还流泪 刚才似乎有一次眷恋 其实对他 对你 都是一种消耗 如果真的想要的 爱情和生活 不是这样的 没有错 就大胆地告诉他 我们不适合 谢谢 好 谢谢阎老师 来 涂老师 女人在说男人幼稚的时候 是有细微的差别 一种是面带笑容的疼爱 还有一种是 面无表情的嫌弃 但只可惜 被说成幼稚的那个男人 往往分不清楚 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 其实从这个故事 了解的一开始 知道你哭之前 大概大家都看得清楚 你不喜欢他 但是当你一哭 大家就有点迷惑了 你这到底是喜欢的 还是不喜欢的 你的眼泪是为他而流吗 是为你们两之间而流吗 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 是吧 没有 就是我还是 想和他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 你的委屈在于 明明没有那么喜欢他 但是他的爱让你 感觉非常的压抑 明明父母不喜欢这样的男生的 你也没那么喜欢 但是他对于你的种种诚意 又总是让你想要解决 在父母面前露出他的问题 而且你的流泪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离别 这种离别在于 对于校园的意义不舍 对于曾经在校园里面 有一个天天追逐你的男生 意义不舍 但那个男生是谁不重要 关键是 你的不舍是这种追逐 和这种温暖 我简直无法想象 刚才徐伟说 让他去山东找你 好可怕 他要是真来了的话 你会认为我欠你欠的更多了 所以你自己心里掂量吧 固然我们看来 你好像欠了他的 但其实是他自愿付出的 你也不必有负担 那你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 你要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 而千万千万 不要因为我内心的压抑 我要用一种所谓的善良 来浪费更多的时间 那才是真正的伤了 好吗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前两天就专门下了一个 这个纪录片 极限攀岩 他其实讲述了一个 世界顶尖的一个攀岩者 极限挑战者 后来这里面就讲到了 他跟他现在女朋友的一些 这个情感问题 因为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是特别孤独的人 你在镜头上面看 用我们世俗所有的眼光来看 就是他女朋友一味地爱着他 他完全对这个女朋友无感 其中有一个细节 女朋友在量房子 他就默默地站着 他都不知道该干嘛 你们可能觉得我讲这一段 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其实这段话是我说给你听的 世界上面对于爱情 没有精准的定位描述 我爱上了你 一心一意 你浑然不知 只是享受 你甚至于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无聊的人 但这不代表这不是爱情 爱情绝对不是功利的 当一段爱情来临的时候 或者你们认为是爱情的时候 你们就好好地去认真谈你们的恋爱 不要去消耗那些恋爱之外的东西 你好歹留点美好吧 想清楚 说实话 我没有打算嫁给你 我现在只是喜欢你 更多的还是习惯 我不欠你什么 我们俩要发展的前提条件 至少你要来青岛 但是即使你来了青岛 也不意味着我就嫁给你 也不意味着我就会爱上你 这并不冷血 让他去做选择 男生也是一样的 未断爱情放弃点东西 有什么呀 这么年轻 二十三岁 对吧 你未来这种人生的放弃和选择 多了去了 好好恋爱 好好生活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就觉得吧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以后要找到的人 因为我是真的打心眼你崇拜你 很喜欢你 无论你说我幼稚啊 不成熟也好吧 我就觉得 我是真的想让你在乎我 在意到我的一些感受 因为我也觉得 这是我大学 到以后最真诚 最真正的一个恋爱 不为别的 就为对你好 你放心 以后我也会跟你回山东的 我也想让 让自己变得更强 更有能力 希望你能 跟我好好地走下去 相信我们 未来的我们 是位之数 时间到了 来来来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 靠知识 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 君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这个记忆箱里 大家看到的是物件啊 但是背后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问问吧 女生给男生的一本书是吧 因为他一直说话 都比较笨嘛 然后觉得也很幼稚 所以我想通过读这本书 让他增加一些 就内心的一个涵养 知道更多的 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好 说话的方式也好 这胡适 因为我知道他爸 喜欢喝茶嘛 我就想 让他爸妈尽到同意我们 我也会好好地对他好 请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古方先红糖 现敖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同一人已经跟你去了 出来啥意思 我想和他好好走下去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谢谢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 由一倍师提供的 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盒 二十四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古方先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 由古方红糖提供的 爱情保卫战先红糖礼合一份 喝知识长知识 宝贝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就喝 君乐宝长知识了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 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见识 就开开心心地谈 别想那么多 用心谈最重要 知道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祝他们开心 幸福快乐就好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Gin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友交往两年 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 一直是奔着结婚去的 可是最近他突然 跟我提出分手了 理由是他忘不了 大学时期苦追的细花 想要再去圆梦 努力追人家一次 我特别不明白 他早就被人家拒绝好几次了 怎么还能抱有幻想呢 我能用什么办法 让他立即灰心转意 灰心转意的方法就是 他再被笑话取绝一次 可是这样的灰心转意 你还要吗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肤领先品牌药 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宝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古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